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人手不足 小双臂也被派了出去 蓝望鸡便将牵牢了魏无羡 走到哪儿待到哪儿 须于不离手 魏无羡从未见过如此繁忙的蓝望鸡 见着人一脸肃然 点知事态紧急 也就很懂事地跟在一旁 不吵不闹更不捣乱 乖巧又安静 眼见着天色暗沉下来 还有一个名叫尹丘的偏远小山村未能获得救助 而派出的修士都未曾返回 蓝望鸡便决定亲自前往 小半个时辰之后 蓝望鸡将包裹得炎炎湿湿的魏无羡冷在怀里 遇上避陈 带着十余名蓝家门生 往尹丘而去 尹丘虽然偏远 但也在姑苏境内 蓝望鸡等一行十余人遇见不到一个时辰 便在夜幕降临前 赶到了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 村子里有五十余户 仅三百名村民 大写一封山 所有人便被困在了家里 食物上有储备 而用来预含的煤炭等物资齐缺 蓝望鸡等人此事从天而降 无意于血中送炭 一解村民们一时之困 蓝家修士降落在人员较为密集的村子东头 将乾坤袋里的物资倾倒出来 分门别类 大堆小堆摆了一地 村长见到蓝望鸡等人 激动得老泪纵横 忙敲锣打鼓地通知各家客户出来领东西 小小的魏无羡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看到这么多人蜂拥而至 兴奋地就要上去帮忙分发物资 却被蓝望鸡牢牢拽住 急得小人儿跳着脚的大呼小叫 蓝战蓝战 魏英要去帮忙 魏英要去发东西 魏英可以 蓝望鸡侧侧手低头看了看魏无羡 见着小人儿着实急切 也就不再坚持 说道 嗯 好 我们一起 说罢便松开了手 魏无羡也就当即窜了出去 分装成袋的煤炭实在太重 魏无羡看了一眼 便知道自己帮不上忙 就跑到了衣物队边上 帮了两件棉袄就往村民手里边塞 边塞边说 叔叔拿好 好好 谢谢小仙君 村民眉开眼笑 不用谢 魏无羡脆声声应道 回头又抱起一床 比他人还大的厚棉被 吃力地走到一个妇人面前 喊道 婶婶 这个给你 一时间 满场都是为无羡税嫩而清脆的童音 引得村民们争相围堵 这个浴血可爱又热情善良的小娃娃 蓝望鸡跟在一旁 看着忙前忙后的小仁儿 眉目分外柔和 不多时物资便几件分发殆尽 蓝望鸡问村长此次赈灾是否汇集哪一户村民 村长由于伴赏才欲言又止地说 还有一户未见前来 在蓝望鸡的一再追问下 村长方道出实情 在村子最细头住着一位八十岁高龄 人称尹奶奶的产婆 尹奶奶十八岁时当上了接生的产婆 记忆精湛 数十年如一日 行走于尹丘几方圆上百里的村落 到六十岁隐退之时 迎接了难继其数的婴儿 来到这个世界 尹奶奶终身未嫁 若干年来一直独居 而自从她二十年前隐退之后 就更是几乎足不出户 绝少与村子里人的来往 村子里的人也很少去打扰她 大约五年前 一位深夜偶尔路过尹奶奶家门的村民 听到其院里传出了若干孩童的细细声 不觉大为惊奇 虽敲了敲门 想问一问尹奶奶家何时有了这么多孩子 但没成想她敲门声刚落 院内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一切在瞬间跪一寂静 村民大害 慌不择路地逃了回去 而在这之后 尹奶奶豢养鬼娃的传言 便不静而走 久而久之 村子的最细头就成了禁地 村民们路过都要绕道而行 蓝旺基听闻村长所言 牵上了魏无县 对村长说道 嗯 我们去看看 还请您带路 说罢又吩咐蓝氏门声原地待命 免得去的人太多 惊扰了尹奶奶 村长引着望线二人向西而行 走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 便到村西头 来到了一个独门小院前 村长刚要抬手敲门 就听到院内传来了汪汪的狗吠声 惊得蓝旺基一把将魏无县提起来搂进了怀里 魏无县有些莫名其妙 他盯着蓝旺基看了半晌 一道 蓝湛 你怕狗狗吗 说罢又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 继续道 不怕不怕 魏英保护你